哇老婆终于下雨了 终于 等来了一场这么大的雨了 打雷的时候 你怕玩手机是吗 怕你 谁不怕妈妈 他们说 打雷的时候不能玩手机 打雷的时候玩手机真的有影响吗 我摆渡过了这个没影响 小鱼子看这里 你好 我是中国准师傅 我是中国准师傅 那我小鱼子 小鱼子 自己会说了 要多学一点中文 知道吗 啊 再帮你姐夫再帮你找老公了 再慢慢帮你找找老公了 所以你要多会说一点中国话 告诉他 等一年来 好 然后等到多点 他说你不说谢谢姐夫呢 谢谢姐夫 谢谢姐夫 不要又说错了 他上次不是说谢谢老公吗 谢谢老公 晚上就有老公 谢谢老公 你说你带他吃饭这里 孙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呢 他们学校在这里搞什么活动啊 是在学校那里吧 煮饭在学校那里给人家吃 那今天他们是过节 那今天他们是过节 是过什么节啊 是学校这里的是吗 是学校这里的是吗 好多人了好多人 因为他们在我丈母娘家煮饭 学校对面这里搞活动 不知道搞什么活动 叫我过去吃饭了 我们看一下他们做什么吃的 你看这么多女人 除了我老丈人都是女人 有好 好呢 妈咱们都吃饭了 吃饭了呢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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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们这一点糯米饭 然后就这个竹笋 沾一点酱就可以 就是一个大餐 哇这里 你看 老外人很喜欢吃竹笋的 基本上每一餐必备的这个竹笋 就这样剥着吃 我们中国人吃竹笋 一般都是先泡水的 他们这个是直接 就是这样煮熟了 就吃了 这个竹笋还有一点苦味的 但是我现在吃吃 感觉这个竹笋也是挺不错的 好热情啊 你看 女人都是 小竹笋回来了 小竹笋是卡木回来了 老婆四妹 四妹你好 四妹终于会说一句中国话 你看 我老婆在我面前 闷油闲 对妹妹的时候 就是松巴巴的 是吗 是吗老婆 啊 啊 你看这里 干嘛 我说 你对我的时候 你不敢骂我呢 你骂妹妹是吗 不是呢 我先骂我骂 你想骂人骂 那你干嘛不敢骂我呢 不是我不敢骂 不是我骂你 我骂你不懂我骂 你骂你说老婆话骂我我不懂是吧 我说老婆 那你老是骂妹妹干嘛呢骂弟弟干嘛呢 骂咯都说不听咯 大姐就是不一样可以随便骂妹妹 学校这里不知道举行什么活动 我们去看一下 然后在我 呃 娘家那里弄吃的 好像是在这里跳舞 现在他跳舞还没吃饭 可以拍吧 说等一下不可以拍给人家骂你 可以干嘛不可以 可以拍是吧 可以 学校问一下能不能拍啊 不能拍 就是不要去拍了 哦在这里跳舞 好多人啊 乡村活动 在学校这里 这里是小学 哇这么多人 在这里看表演 叫木梁也在这里了 乡村活动 乡村大会啊 应该是 这么多人在这里看 应该是乡乡村大会 是叫人家来捐钱啊 捐钱啊 为什么变成 不是 是叫村里面的人来捐钱吗 就是给钱啊 是叫村里面的人来这里给钱是吧 哦捐钱 我说他们搞什么节目啊 又唱歌又跳舞了 我看四妹 四妹是一个能干的女孩啊 穿明珠服装过来了 你看像四妹都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 有空去买两套衣服给四妹 穿漂亮一点 没有穿漂亮我们去拿车带他去买两套衣服 啊 你看他都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 穿来穿去 他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穿呢 是没有钱买呢 不喜欢穿 哦 有有有哪个女孩子不喜欢漂亮呢 买化妆品买衣服 有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呢 是吧 你不喜欢吗 喜欢 那不是呢 你看你你你 你以前穿衣服都没有超过一百块钱 你去了中国你看你现在买买衣服两百三百你都都买了是吧 嗯 但是没有钱不是不喜欢呢 是吧 是啦 小姐子去拉木回来了是吧 对 赚了钱了吧 他还没给呢 他还没到这里 他到这里路这里来追求 还没有给钱 没有 他去拉 帮拉木头是多少钱一天呢 没有 没有一天呢 他拉这个卖 不懂他给他 多少 不 给多少钱都不懂 这弟弟站起来一下 我们拍一下弟弟 弟弟也是一表人才啊 你看这个是我的 小舅子 家里面就 就一个 呃 呃男孩子也是一表人才啊 现在是多少多少多大了弟弟 我吵得多 你连弟弟多大你都不懂你走进自己弟弟一点呢 二十三的是我 二十三 有女朋友了没有 现在 他没有 他没有 你听听听听听 我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要 你要走进那里干嘛呢 你站靠近一点弟弟可以拍你呢 没有 他说 他以前不是找了一个我 现在干嘛不要呢 不要 干嘛不要 他不行要 因为弟弟以前不听话 就是被那个警察拉进去吃了几个月的糯米饭是吧 一个月 他不听话 现在是浪子回头 你说 你说要找一个不少看暗了 带姐夫去看 是吧 看暗了 带姐夫去看 看人家要多少财礼 娶 娶一个老婆了 知道没有 嗯 你跟弟弟说呢 有了没有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他没想要 干嘛不想要呢 要了 23岁可以要了 要了 要 要老婆了 以后带他们 看去饭乡那里赚钱 知道不 不要在家里面玩了 是吧 你看弟弟 弟弟这么帅呢 一表人才 你看又高 硬硬硬硬 是吧 说老婆男孩子 不是说 对吗 是呢 摩 摩 摩 哦 抱摩 摩 摩摩呢 要去找一个老婆 然后 看要 人家要多少彩礼 我们上去给他彩礼 是吧 好了 弟弟弟弟弟弟弟现在已经是浪子回头了 也是去帮忙干活了 以前 因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违法的事情 所以被抓被警察抓去吃了几个月的糯米饭 是吧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现在要听话了 你问 你问弟弟 问弟弟 现在 要听话了吗 听话了 带他 带他 以后带他去万象 去万象 买一个地 去万象赚钱 不在 不在滑盘这里了 知道吗 好了 我们要吃大餐了 今天一家人也是到齐了 小舅子 二妹 二妹的老公 还有丈母娘的爸爸 老丈人 丈母娘 这边是小孩 四妹还没有过来了 没有 然后今天我们吃大餐 你看我老婆两个鸭腿都留给我 我来这边快一个星吃啊 第一次吃到鸭了 今天杀了一个鸭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意啊 他记得是我的生意吧 我老婆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意 这是我们的生意 其实我的生意也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意啊 我也是在我生意的时候 正式跟我老婆那一天 就是我生意的那一天 正式跟我老婆在一起的 那四妹来了 人齐了 然后我们要吃饭了 这边是小孩 本来我是 过来我要买菜 买什么回来 请他们吃个大餐的 但是我的车坏了 没有办法 这个县城这里猪肉都买不到 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县城去 所以要有车 今天也去没有买猪肉 没有猪肉卖 米也没有卖吧 买米猪肉都买不到 所以也是将就一点吧 等我们的车搞好了 可以开到外面去买多一点菜 带回来再宴请 就是左邻幼居 来吃个大餐 好了 我们要吃饭了 这期的视频也是先录制到这里了 然后也是感谢各位老乡朋友 这么久以来一直对我们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了 给我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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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